然后另外一个老师 可以进行云录制 我这边已经启动本地录制了 我这边云录制启动了 云录制呢 太好了 那就没有问题了 好 我看顺畅老师也进入了 可以把顺畅老师也变成联系主持人 好的 都到齐了 大咖 这都是国际的大咖 这电脑大咖 顶级的专家们都到了 对 我现在外面 我就可以坚轻了这个情况 如果有什么问题 可以继续沟通好吗 辛苦兄弟 辛苦 你定行 将于在里就行了 顺畅辛苦 我第一次 有什么问题的话 还望大家给多受累帮忙 谢谢 没关系 不是受累 都自己的事 没有问题 就都自己人 没事 行 那我就 我也是监听一下就行了 行 得强了你就撤着就行了 我先把这个视频关掉 幸福兄弟 幸福 没事 好嘞 现在十一点了 反正准备好了 就可以开始了 OK 我们是到整点开 还是现在就开 整点 到两点 整点开就行 我现在 我的表大概是54 各位现在一样吗 您的表慢了6分钟 现在整点了 我的表慢了6号5点 那就开始了 开始了 开始了 现在开始了 好的好的好的 练太极练 好 陈下来了 各位朋友大家好 非常高兴 我们今天相聚在 欧州派 传播中心的平台上 首先 我叫赵宝东 是北京南派武术院的一名学员 非常高兴在这里 跟大家相识 第一次呢 作为这个主持人的角色 来参与到我们线上平台的活动 可能有很多不熟悉的地方 在今后呢 需要加以改进 万一中间过程当中有什么疏漏 还请其他的联系主持人 大家给帮忙来补个场 谢谢 昨天呢 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佳节 中秋佳节 8月15刚过 我们今天呢 16相聚在这个平台上 中国呢 有句老话 叫十五不圆 16圆 在今天这个正圆的日子 我们大家相聚在一起 在此 再次祝大家 中秋愉快 合家欢乐 吉祥平安 我们以前的这个太极文化传播中心呢 请南派武术院的孙老师 给我们做了详细的这个 关于南派武术院 关于这个南派太极的这个 进攻的这个介绍 主要包括 一直三顶三圆 还有两条线 就是监警找永泉 以及这个 得机得势有意无意等等 相关的这个内容 我们线上的很多学员呢 反应非常的强烈 认为这个 有七个内容是这个 文所未闻 这个确实这个给我们大家 非常多的这个 新的这个认知 让我们对中华的优秀传统文化 有了更深入的这种了解 同时呢 孙老师也给我们 把中华传统文化 这个太极 理论和太极权的结合 以及和道德经的这个相关的关系 和心经等等内容 都做了一个非常融会贯通的讲解 让大家这个茅塞顿开 非常感谢孙老师 给我们大家做的这些个讲座 公布 谢谢 我本人呢 也是在这个 2016年 有机缘 结识了这个孙老师 一起跟这个孙老师 来练习这个南排太极权 我原本呢 是做这个律师工作 在北京大城律师述所 因为律师工作比较紧张 曾经有一段时间 身体非常不好 得了强制性基础炎 这个呢 可能有的朋友了解 这在医学上叫不死的癌症 这个没有这个根治的这种方法 当时这个也是非常的一个 身体和精神都处于一个 非常崩溃的这种边缘 电影《我不是药神》呢 可能我们有很多朋友看了 基本上我呢 前期那个电影所展现的 那个历程曾经走过一遍 后来呢 这个在非常绝望的时候 这个遇到这个孙老师 跟随孙老师来学习 我们的这个南排太极权 经过这个六年多的 这个时间的学习锻炼 取得了非常好的这个效果 身心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其中这个指正性的指标 B27由这个阳性转阴 这个在医学上来讲 到这个医学主任那边的话 回到去复查的时候 他们都说 这不可能啊 我说这个确实 你在医学上来讲 它不逆转 我说我这也没采取 医学的方法 这个是一个 非常好的这个效果 所以呢 我们通过这个南排太极权的 这个练习 确实让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体和心理 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未来我们也会在这个平台上 能够把我们这么好的东西 把我们老祖宗流传下来的 优秀的这种传统文化 希望能够通过我们欧洲 太极文化传播中心这个平台 在全球能够逐渐的推广开来 使更多的人受益 使更多的人通过这个平台 来了解我们优秀的中华传统文化 让我们民族的复兴 在我们这个平台上 做出我们自己的应有的贡献 我们在以前呢 孙老师给我们做了详细的这个 关于进攻的这些个讲解 今天的开始的话呢 我们进入到动攻的这个讲解过程 以前呢 讲到得机得势以后的话 我们在前期的练习当中 能够找到这个内劲 那么后期通过这个动攻的练习 我们能够看看 我们把找到内劲如何流转 能够怎么来 让他运用这个劲 让我们自己能够 让我们的内劲发现以后 如何来控制他 所以这就是今后的这个 课程的讲解的主要的内容 那么太极拳呢 在动攻里边 有这个所谓的太极十三式 也就是说 彭旅己岸 财连走靠 进退 故判定 总共十三式 那今天呢 我们开始第一课的这个讲解 就动攻的这个第一课 叫彭 下面呢 我们就有请孙老师 给我们来做这个彭的讲解 谢谢 好的 那个谢谢 诸位 谢谢各位老师 首先呢 也是向大家 表示 节日的问候 因为 昨天是中秋节 今天是 15的月亮 16元 所以呢 算是一个迟到的问候 第二的话呢 也算是一个新的开始 因为 咱们已经在 欧洲 太极 文化传播中心 这样一个平台上 讲了六讲 这六讲的话呢 主要是 南派太极拳的进攻 也就是以战装 为主 在静态的时候 发现我们 本身的内劲 或者说什么呢 我们内在的 生命的力量 通过这种方式 静静的 去反观 内照自己 在自己身上 找到 以前没有认识到的 能力 也就是 其实我们人 有很多的潜力 还一直没有 去发 去发现 所以 我们这个时候 通过战装 静静的观察自己 深入的观察自己 其实战装的 实际含义 就是反省 就是反观内照 观察自己 你会发现 自己原来有很多 你从来没有 发现过的 方面 而我们太极拳 就称之为什么呢 劲啊 气啊 是啊 等等 通过前面六讲 大家如果跟着练习的话 应该是 已经在静态当中 能够对自己的 生命运动状态 他的机能 他的背后动力 他的原理 有所掌握 那么呢 我们 应着大家的要求 我们继续呢 向大家介绍 南派太极弓 后面的 所谓的 动态的状态 也就是动弓 战装 是太极拳 入门的必须 不战装 你不可能发现 你内在的东西 当然了 如果说只是活动 活动 那不战也行 但是如果想 深入地了解太极拳 或者说 深入地去 反观内照 反求诸己 发现自己的 到底 自己是怎么一回事 那就得静静地 去找自己的东西 但是呢 战装呢 并不是唯一 我们发现在 这么多年的 教学过程当中 因为战装 站好了呀 大家会站着很舒服 有时候可能一站 刚开始啊 20分钟都很煎熬 站了半年 站了一年 站了两个小时 都很享受 乃至于可能 站三四个小时 五六个小时 都是常见的 他不愿意动了 他站高兴了 气入到一种 宁静安详的境界当中 浑身通态 气血充盈的状态 你不愿意动了 因为一动的话呢 就会扰乱这个状态 所以呢 很多人站着 站着站着站着 他就不愿意再打拳了 但是太极拳不行 太极拳 站桩的目的是 静态的时候 发现我们自身的 两种生命状态 也就是所谓的 阴和阳 阴气 阴阳二气 这阴阳两个东西呢 顺着推转自己的东西 推转自己的身体 来运动 这就是动工了 静的时候 我们能够发现 那么动的时候 我们就往往会丢掉 所以由静转动这一下 是非常重要的 也是太极拳当中 比较难的 所以讲这个动工 如何转换 在我们未来 是要详细 跟大家汇报的 我们知道我们人 通过站桩发现 首先他有外形 他有一个 四肢躯干 组成的外形 那么外形里头 有两股力量 推动着我们运转 我们称之为 劲和气 这两股力量 结合起来 浑尘的东西 我们称之为 室 也有叫毁源的 那么 因为人有这三种状态 所以我们未来的 太极的运动方式 就是什么呢 意在先 意在先 事以随之 行以事之 就是我们顺着 使我们的内在的事 而不是我们像一些 我们熟悉的后天的 他通过这个筋膜呀 他通过我们意念 控制我们的筋膜 让我们的筋膜呢 开始收缩 收缩呢 然后我们的内在的 内劲也好 势也好 就拥挤在这个肌肉当中 肌肉形成一个 骨胀 骨包 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 再放松 这个骨包 鼓出来的这个势 推动我们 进行运动 这就是我们所谓的 后天运动 也就是我们通过 松紧我们的筋膜 来实现我们的运动 而太极拳是什么呢 是直接通过神意 控制我们 在筋膜当中 淤积起来的事 不让他淤积 而是由意影着他 在不同方向进行运转 所以说 他这里面 没有肌肉的松紧 所以我们看着一些 我们熟悉的运动 就认为这个肌肉 它拥挤起来 它鼓起来 好像是有力气的样子 实际上它是什么呢 它是 一瘀 一放 一瘀 一放 是这种运动方式 而我们所谓太极的运动方式 是直接把里面的东西 通过神意 来推动 叫如水负周行 直接用这个水 来飘着我们的这个 外在的躯干进行运动 也就所谓的 如风白流 如水负周 这种状态呢 我们可以观察 刚刚学会翻身的小婴儿 你看他那个翻身 是怎么翻身的 他那个运动 是怎么运动的 实际上就跟我们太极的运动 非常的相似 而人越成长 越长大 越往后 越壮实 所谓的壮 则老 则死 它在里面的东西就被淤积 淤堵藏了 实际上 在中国人的眼里 或者在中医的眼里 在中国的保健的这个眼里 看来 未必是件好事 就那种大肌肉嘎的 皇帝内地里面明确说 能属于拥 是一种拥堵 而中国人呢 自古认为什么呢 像婴儿一样的状态 是最健康的状态 所以我们练习太极拳 通过站桩找到内劲 然后呢 用内劲顺着经络 或者顺着他的视 来推动我们身体的运转 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肌肉会不断地放松 不断地放松 不断地放松 越来越松 这个红色的肌肉 越来越松 但是 囊取这个肌肉 外面的这个膜 会越来越厚 越来越厚实 越来越壮大 也就是按照 现在科学的说法 实际上 我们内加犬 练的是什么呢 练的是白色肌肉 而我们一般认为的 外加犬练的是什么呢 练的是红色肌肉 根据现代科学的一些研究 白色肌肉的爆发力 是红色肌肉的七到八倍 所以 太极讲究松 太极讲究不用力 这个松和不用力 是不用我们后天的着力 是松开我们的肌肉嘎打 而通过松开我们的肌肉嘎打 让我们的筋膜得以气血充盈 得以滋养 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筋膜就会壮大 就会厚重 所以你看我们中国人讲 过来的武将都是什么 都是板类囚精 这个筋啊特别的汗忽悠忽悠的 以后有机会 大家可以摸摸我们这些练拳的 看着肉糊糊的 松扑扑的 实际上你往身上一按那个筋都 又有弹性 又粗 就跟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焦皮似的 这个一定要 这就是内加全的特色 所以他为什么后来爆发力强 轻轻的一胆 就能把人打出去 并不是说 好像是演的或者配合的 不是的 他确确实实是让你的气血 通过筋膜以顺行 而不需要我们看到的 所谓的 只干的屈身 然后产生这种高压低压的变化 推动这种位移的运动 这样的话呢 我们一般情况下 常见的 都是这个 但内加全 恰恰是反其道而行之 所谓叫 我顺人背 这是太极拳的核心思想 所以 这一关 大家一定要过 不能老站着 老站着 它只是在一种 自我发现的过程当中 那你怎么能用啊 你得在变换各种场景 变换各种场合的时候 你得使用这个东西 所以我们一定要 在不同方向上 转换我们的 所谓的内劲也好 所谓的事也好 而这不同方向 我们按照比较规矩的说法 实际上就是八个方向 叫做八门 八门就是八个方向 而八个方向 身体的 不同的姿势 或者身体的 不同的结构 我们称之为八法 而在这不同的结构 在这不同的方向上 我们发出的 不同的事 称之为八事 所以太极拳 八门 八法 八事不是一回事 是三个东西 一般理解 八门 属于地盘 因为它属于方向问题 八法 属于人盘 它属于人的 姿势的问题 八事属于天盘 它属于 借力打力的问题 所以 这几块 我们要搞明白了 那么我们下面的 课程就好懂了 因为我们下面的课程 主要就是按照 八门 八法 八事 一个一个介绍 今天的内容呢 是向大家汇报最重要的 也就是我们太极拳的母式盆 这个盆 盆着盆松叶 盆着如水 覆舟行叶 这是太极拳的母式 最重要最重要的 所以今天一会儿 我们会有个小视频 跟大家详细讲解 这个盆法 盆门 盆式 到底怎么回事 盆法 讲的是身形 盆门 讲的是方向 盆式 讲的是 如何借天地人的力量 主要是借天的力量 也就是 我们常听说的三盘 打太极拳 动起来 一动 则无有不动 什么叫一动 则无有不动呢 不是说我一动 我连眉毛都动 而是说呢 我一动 我人动 天动 地也动 所以三盘皆动 为之一动 无有不动 三盘皆定 为之一静 无有不静 所以 今天 我们来跟大家一块儿学习 太极拳最初的 或者说太极拳的母式 盆式 现在等于说 战装啊 文化属性比较多 因为它属于一种自修 站着站着 能够明白很多道理 哦 原来是什么是戒 什么是定 什么是会 我们慢慢就能明白 而打拳呢 在动当中 在动当中 求这个劲 更能启发我们 去发现我们自身当中 不可思议的 或者说从来没有想过的 我具备这样的能量 或者具备这样的能力 这个时候 不但是认识自己 而且是提高自己的过程 所以 战装是认识自己 补充自己的过程 打拳是提高自己 完善自己的过程 在打拳的过程中 我各个方位 各种运动 各种方式 我都能够随心所欲 而不预居了 那么 我这个心 到底有多大的力量 就清清楚楚了 为什么呢 我能使出来了 我能用出来了 所以对自己的 心的力量的 相信 有了依据 这样我们的自信 就建立起来了 所以 由动到进这一步 非常非常重要 就好像小鸡呀 从那个蛋里面 拖出来了 长出型来了 一般情况下 我们老先生 不愿意说战装的东西 直接说打拳的东西 或者说 直接说动弓的东西 所以说 那战装显得格外重要 因为现在 大家都在打拳 很少在战装 实际上通过战装 战完装之后 你再打拳 你会发现 那个拳的味道 完全不一样了 不是说茫然不知 那个法度之惊艳 思思入寇啊 那个内容之深奥 越大你会发现 你佩服你自己 原来 哇 原来人真的是 圣贤本性啊 人是 所谓再胜不争 再凡不减 只要 你去深入的 发现你自己 你自己都会 给你带来惊喜 好 我们废话少说啊 请这个赵老师 给我们转到咱们的课件 大家一块儿共同学习 好 好的 那我们现在呢 给大家来放置这个 我们实现录好的 关于彭的这个视频 请大家来观赏 对 大家好 我是宋海顺 大家好 今天我们叫 视的运转 第一招叫 彭 彭 彭是太极非常重要的一个 什么是彭 彭者 彭松也 彭障也 对不对 他往外 叫如水 负周形 彭静 如水 负周形 所以首先 我们来跟大家讲 彭是怎么弄 鼓腰 有意 球啊 这都有啊 默认的了啊 我不用再说了 球扣默认 一有意 合在腰上 也可以合在夹鸡上 这俩都行 这两个都可以 你架子偏高的 就在夹鸡换 架子偏低的 就在腰 但是高 不能高过大锥 低 不能低过尾铝 这都可以 这就跟蹭杆子似的 明白吗 跟蹭杆子似的 那个就跟蹭驼似的 反正你搁在哪都行 有时候看 未来要称量 对方的来势 好 比如说我们一般情况下 放在夹鸡吧 放在夹鸡 有 把扣还能夹鸡去 哎 好 这时候一没的时候 是不是球就送出去了 嗯 球送出去了吗 怎么送 这时候不能直直送 它有左棚和右棚 如果左棚的话 送的时候你看 一没的时候 送的时候往这甩 用这种弧线 嗯 右棚是这个 这个弧线 去撞 去蹭它 嘖 NR我们来看啊 这比如说这是我们的 练出来的这个球皮 这我们拿这个东西来比喻一下 练出来的球皮 这个呢就是我们那个扣 这是我们的扣 这就是 它含到了 有意 含到了佳吉 无意的时候呢 用这个弧线往这牵 这样牵 这样牵 就出来这个身就是棚 看到吗 这样 这样牵 不是这样 不是这样 是从这儿 是从这儿 这样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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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意思了吗 竹子这样走 这样 竹子通过 加急 来你看啊 这时候呢 我们就顺势来看 看张老师来 顺势呢 开始讲到什么呢 彭式 我们南派的 或者是吴式的彭式 跟杨式的彭啊 不一样 它的彭是什么呢 它的彭是这样的 这叫八法当成彭法 这是什么呢 大拇指 须对着鼻子尖 手腕子放松 基本上跟这个喉咙相合 这是左手 这叫左膨 然后呢 右手的食指 穿 跟这个大拇指 穿成一条线 这一定要穿成 这要穿糖葫芦 穿成一条线 然后呢 它这个 右手的大手指的盖 右手的大手指盖 贴扇中 想着贴扇中 这个时候 大脚指 大脚指 脚指盖 大脚指 脚指盖 通过 虎口 它虎口 它是瞄准镜 它到这 叫大脚指 到这 它到这 大脚指 对 通过虎口 瞄向鼻子尖 这个虎口实际上 也瞄向鼻子尖 它这样瞄 就不用大脂瞄了 虎口瞄也行 大脂瞄也行 那这叫 捧法 也叫捧劲 它就是浑身 找上 哎 对 对 这时候保持 坚定找泳拳 坚定找泳拳 泳拳找大脚指 大脚指 找虎口 虎口 找鼻子尖 这是一个 对 这就整劲出来了 这还没穿上 这地方还得穿上 一定要穿上 穿上 一定要穿 一个劲过来了 到这儿了 到这儿封走了 明白吗 把这切封到这儿 封到这儿 哎 哎 对了 所以一封为二 这叫捧 法 也可以 这属于人磐 人磐讲究 身体穴位之间 互相找 这时候 在人磐的基础上 在八法的基础上 家鸡 一有 一枚 通过这个路径 当 撞在哪 撞在虎口这 撞上去 哎 对了 对了 打开 哎 这 这开的这个式 这就叫棚式 这叫天磐 这叫棚式 对 这叫棚式 啊 那左棚 就是这样 右棚呢 哎 右棚翻过来 对 一样 这是先做了人磐 再打的天磐 所以呢 这其实这拳架子 不应该这样打 我们先这么描述啊 有意 哎 无意 过来 肩颈 取持 虎口 撞皮 哎 哎呦 这真好 这个真好 这个真好 哎呦 这个真好 这个棚式 那个棚很大 嗡就出来了 这叫棚式 但是呢 我们真正打的时候 不能这么打 好 恢复原位 姿势我们知道了 我们在打的时候 先走一年点 一有 啪一没的时候 一年点 你看啊 这个什么叫一年点 就是那个 扣 由肩颈 由这个夹吉 到肩颈 由肩颈 到哪呢 到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 这个取持 由取持 这个到什么 这叫内观 由内观 再往前走 往大指 从大指出去也可以 从虎口出去也可以 我一般喜欢从大指出 到这个时候的时候 你看你这个 这是石 这石手就已经出来了 有没有吗 这是虚手 自然的往上飘 跟他印一下 石手是有意 其他是虚 先出行 到这 往那一撞 噔 你看 哇 这东西就出来了 这就是 这就是 由鹏法 而出什么 而出鹏式 对吧 而出鹏式 就这么 这一招 明白意思吗 来 你打一遍 扣 有意 把扣收到夹击 一愣绳 一愣绳 一愣绳这个式 推着扣 走 肩颈 取持 内观 那大拇指尖 或者到虎口 都可以 随便一走 然后从这 插出去 往这一撞 撞球皮 球皮在这吗 哎 刀 你看撞上 撞上了保持 感受这个球皮 哎 这叫棚式 这棚式就出来了 这就叫棚式 那这棚式就出来了 你看 你看 这多好 你看 这多好 非常好 非常好 这个棚者 棚业 就把对方棚进来了 这就是什么呢 人盘和天盘 如果再加个地盘的话 那是后面用 我们练的时候是人和天 人和天 如果再加地盘的话呢 这时候再加一手 加一手啊 在这儿 在这儿啊 重新来啊 到这撞上了之后 不形成个波吗 形成个波吗 对不对 形成个波 你要知道 以什么呢 以掌心 记住啊 以掌心的小气球啊 为心 又为为球形 以掌心为球形 以它为 球皮 让它什么呢 搅动它 顺 不是这个 就顺时针也行 逆时针也行 螺旋 扩大 螺旋扩大 这叫盆门 来 用它催动这一块 催动这一块 螺旋扩大 这个心 对这个 它自己有个心啊 这里面是螺旋扩大 然后它出来的视野是螺旋 明白吗 这是两个啊 我讲清楚啊 不是这个 不是它 以它为原型转啊 是它里面 为原型 转个小螺纹 转小螺纹 投影到它 把它 把它这个产生的事 这样转 明白这个道理吗 来 再来一遍 来试一下 我看你能不能坐出来 有 等一把杀坏了 对 有 嗯 好 没 无意 走 起 肩颈 曲蚩 按手腕 大指 出去 咚 一撞 手心转起来 手心转起来 带着它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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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螺旋扩的转 哎 对了 非常漂亮 这就开棚门了 哎呀 这就开棚门了 这不是这么转吗 对上了吗 你比如说你想往下 你就可以往下 比如说我在这啊 我在这 你就可以把这个劲 比如说你要往下一点 你手心就往下一点 手心往控制它 往下转 就是它可以斜着转 背地分 你看你看 打棚镜了 一有 我可以控它 看棚门的意思是吗 我可以控它 来 棚门就是方位上的转换 这个劲儿摆在哪 起 哎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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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一转 哎 有了 手心一转 带着它转 哎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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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往这边挪挪 用手心带着它 对 转呀 转呀 别光挪 别挪 别转呀 公转自转 哎 对了 往下挪挪 哎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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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好 OK啦 非常非常好 非常非常 这有什么用啊 有什么用 跟大手 棚接住了 棚手接住了 刷刷刷刷刷刷 出个棚式了 棚式这个地方 控这个地方 对吧 你看是这样的 你比如你推我手的中 你 你把我这个地方推动了 实际上那场就跟着动了 深中之中 找深外之中 一定要什么 内外 相合 内外相合上下相随 这是太极拳的特点 啊 再做一遍 再做一遍 好 有意 无意 推送小球 走棚劲 转 出棚式 哎 转 开棚门 哎 开棚门之后再棚门走棚劲 走 开始走一走 哎 对对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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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非常非常好 非常 哎 非常 非常非常好 没法摸 没法摸了 这就是棚啊 我们今天 今天主要讲的太极最重要的第一手开门 以棚来开门 棚劲的验震啊 对方给他一个力 对不对 然后 你 你别了解 你 大大拇指盖非常重要 大拇指盖 这个地方瞄准啊 大拇指盖 比如说贴在耳朵 贴在耳朵 贴在耳朵 贴在耳朵之后 往上一竖 哎 对了 这这就出来了 这就用了 他就主要靠大拇指 嗯 练出来主要靠大拇指 嗯 你就点哪吧 随便你点 对吧 你点眼睛也行 点眉毛也行 巴聊的眉毛 没算没说 点没团 没收 哎 对对对对对 就这个 明白了吧 哎 哎 这就是那个棚劲 棚劲的玩法 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你看对方来了 你看这是一个棚啊 这是一个棚啊 对吧 这很轻松啊 对吧 但是我没有走 这是一个棚式 没有走棚劲 你看 这东西 过来了 这是棚劲来了 这是棚劲来了 啊 棚劲来了 这个棚劲是什么呢 实际上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的这个形成一个循环 你看 嗯 这个手这样形成一个循环 这个手我没有上 其实这个手一上就受不了了 你看 哎 这个手形成这样一个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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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脚呢 我脚是虚点的的 这个脚又形成这样的循环 这三个循环 一吃一有 你看 嘿嘿嘿嘿 这就有了 他一使劲你看 一撩他 你看 嗯 这就是棚劲 嗯 就棚劲 纯粹的棚劲 嗯 啊 有时候我们还不说棚劲 就装 光是棚劲的时候 你就可以跟人家玩 怎么玩啊 你看 搭上手之后搭一撩 你看脚 脚底一撩 是以下吧 脚底一撩 老实一下吧 这个直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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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直头一穿大纸 你看 又是一下 这个直头一穿大纸 又是一下 大纸一贴心口 又是 你看又虚了 你使劲吧 大纸一贴心口 你看你使劲吧 他不敢往里吃 我大纸不贴心口了 你看 他就摸实了 看到没 我大纸一贴心口 你看你看 他就立马虚 他就立马虚 所以这个 这棚劲一定要用得非常熟啊 这只是一个姿势 对吧 实际上 棚劲最后大家明白什么道理啊 棚劲就是什么 就是内劲 由腰 运转到手 形成一个什么 爆合 由四梢的爆 由腰啊 由这腰根啊 运转到手 两脚两手 这四梢 四梢的爆合 你看 如果所以讲 我这么可不可以棚啊 可不可以棚啊 你看 棚劲 这就是棚啊 这就是棚劲啊 对吧 这个棚劲爆在哪呢 这时候 就是我们实用的了 开点 这叫上四点 这叫下 尾铝叫下四点 大锥叫上四点 它所有的空处叫空点 所以正式的棚劲的爆合 应该在哪爆合 在空点和死点上爆 你比如说我在那耳朵后面爆 你看 你看 这就只是一个 只是一个 只是一个 只是一个棚劲啊 没有开棚劲 只是一个棚劲 你看 这是在他嘎着窝那儿 爆合 所以你使劲我一爆合 你看 爆合就是棚劲 开棚劲 你看走了 你看 你看 开棚劲就是劲走了 这是用法 这是用法 用法跟练法是反着的 这点很重要啊 实际上刚才我们 我们你看 通过一有八一没走 哎 棚劲起来 东一往那一倒一撞 当棚 哎 转起来 你看 这是一个天地人三盘的棚 就有了 三盘的棚虽然有了 但是这是练法 嗯 真正用是这么用吗 检验的时候是让这样检验的 但是 你真正的用不是这样用的 那所以说 我们如果棚劲要用 怎么用 实际上就是爆合 嗯 两手 两脚 形成一个球部的 什么样状态呢 哎不是 还来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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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说 这是我的手 这是我的脚 最后爆合在这一个点上 这是手 这底部是脚 沿着球面爆合 人在哪 对方在中间 你自己也在这里头 明白吧 把对方抱进去 把对方抱到自己的球里去 空点吗 空点吗 你使劲吧 嗯 抱上了 使吧 这就是棚 这就是一个棚劲 我什么都没打的 这就是一个棚劲 在哪 就在那脑后中 开棚门是什么 他的劲 这时候叫太极拳的特色啊 听好了 太极拳的特色 借其比例啊 借力啊 所以想棚门是他的劲 从那漏掉 你看 这叫开棚门 怎么漏呢 让他转起来 这叫开棚门 转起来 这叫开棚门 用自己的手心控那个地方 一合你看 开棚门 最后打棚射什么呢 用这个东西 当 你看 用这个东西出去的时候就顺便撞他的球皮 撞他的球皮 他有球皮吗 他有球皮 任何人都有一个位置平坚 就在这 你看 就在那个地方 一撞就平坚 一撞就平坚 就在这 当 就撞上去 这就是 彭氏 所以这三个之间可以互相转换 互相玩 彭劲 彭门 彭氏 就天地人三盘 天地人互相的转换 而所谓的借天借地借人 借的什么 就他的 彭劲 彭氏 彭法 彭劲 彭氏 彭门 借力大溜 我们自己练的时候 自知之明 所谓自知之明 是什么道理 就是把自己的天地人的盆 搞清楚 那你跟对手玩的时候 你根本就不要用自己的 太极拳一定要记住了 不用自己的本利 毫不用自己的本利 所以这个时候 你看 我跟他玩的时候 我一搭手 你看 你看到没 这借的什么这动物 借的什么 借的我那个出根 什么东西借 这才借的 你看 这才借的 这借的是盆劲 哦 借的是盆劲 你看 这借的是盆劲 对吧 这借的它是人的东西 然后呢 借的盆盟 你看 这是它盆盟 地的东西 这是盆盟 我觉得 你知道 可能 今天 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们刚才听了孙老师的讲解 也给大家播放了关于彭门 彭视 彭劲 彭法的相关视频 相信很多朋友通过孙老师的讲解和视频的演示 对彭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和认识 当然这个可能还有赖于我们后期的这种不断的练习 才能够逐渐的掌握到自己的身上 现在如果我们线上的朋友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们进入到答疑的环节 大家可以在线上来向孙老师 就今天的课程内容来进行提问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问题 赖老师我有问题 孙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你站的时候 这个捧着站的时候那个脚 一个脚在前一个在脚后 然后那个力量是怎么 怎么就是是三七分呢 还是就是重心在右脚 这个一般的就是如果说单纯的讲身形的话 就在咱们以这个无视太习权为基础的这个身法的话呢 它是死角就是百分之百 虚角就是百分之零 虚角那个角要随时能够抬起来 这是无视太习权的要求 而无视太习权还有个要求 但是可能咱们前面通过站桩啊 这也是阳式的小架子 就当年那个谁 少头先生传的小架子跟无视都是很像 就是通过站桩把脚挂在腰上 实际上这两个脚都不实力 你看我那个实角站的实的 可是我那实角实际上是虚的 那个虚的就更虚了 而它力在哪呢 力应该挂在腰上 就是通过骨腰提膝 把这个脚整个就背在腰上 乃至于背在肩颈上 所以说实际上太极拳 它脚底下的东西 应该说是什么呢 应该说无所谓 你看那个实老爷子跟人摸手的时候 时时刻刻两脚都能抬起来 它不管吃力的脚也好 不吃力的脚也好 都能抬起来 这在我们这一脉里面 叫飘接走话的飘字 飘字诀 就是说整个人就是飘下来的 它脚底下是毫不吃力 也就是所谓的脉不如猫行 就是我功步也好 我坐步也好 那个石脚实际上也是毫不吃力的 这得通过战装练出来 为什么先讲战装 讲完战装之后 再讲开始动弓呢 再讲十三世呢 人家脚底也飘不起来 那十三世一踩就是个死的 一踩是个死的 人家一摸就是支点 那人家一摸有支点 那所有的活都做不出来 那你看着就跟假的一样一样的了 他为什么看着那有些东西 一摸对方一下就落空了 因为脚底是悬着的 所以他往我脚上找一下就空了 是这个道理 如果脚底悬不起来 就跟一个水扶着个葫芦似的 人家按这个葫芦 他按不上 但是如果这葫芦放在这个地上 或者放在桌子上 人一按就按死了 所以通过战装 就得把脚底下的石的地 改炼成什么呢 炼成飘的水 所以这个比较重要 但是如果纯粹讲身形 纯粹讲身形 不讲这些什么什么 什么劲啊 是啊的话 在这个咱们南派 也就是说 以这个无视和阳视 小价传统阳视啊 的要求的话 就穿着布 什么穿着布呢 实腿百分之百 虚腿百分之零 我不知道您了解了没有 这太 太惊艳了 这个之前就是 没想到战装 还有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秘密在里边 是 一定要把自己占飘进来 对对对 这个 真是这个战装需要 就是再把您的那个视频 然后再学习一遍 把那个怎么样子 能够飘起来的这种感觉 能够找到 对对对 这个反正真是挺 需要练很长时间 我觉得 实际上啊 这个状态 我们应该 一般人都会体验过 中国人啊 讲究酒文化 叫酒仙 什么叫酒仙啊 就是我们通过喝酒啊 刺激我们的经络的运转 就喝到正好的时候 不能喝多啊 喝多就完了 喝到正好的时候 脚底就是空的 飘飘忽忽的 太义拳其实就是那个 太义拳是通过 通过内劲 在内在的运转 让自己的内在的穴位 和气血周流起来 然后脚底也飘起来 他不喝酒 但是呢 中国人有些喝酒 喝到那个恰到好处 也是这个作用 这就叫酒仙 但是你要喝多了 一下失控了 小脑什么失控 站不住了 那就成酒鬼了 哇 今天真是提服灌顶 把这个战装的这个核心 你这个机密 机密您给讲出来了 谢谢您 不客气 这个 刚才呢 孙老师讲解了一下 就是这个 我们后期的这个 动工和前期 这个进攻之间的 这个联系 就是我们通过 这个进攻站桩的 这个练习 让我们脚底打开 涌拳打开 然后通过我们两条线 然后让我们脚底铺开以后 然后你会感觉到呢 它地上有一个劲扶起来 在拖着你 这个 有了这个感觉以后 那我们在后面 再练这个 动工 就会这个 相应的找到这个 对应的这种感觉 线上 这个 还有其他的朋友 有没有什么问题 如果有问题的话 现在也可以问 如果 如果现在没有问题的话 我就先把我这边 搜集到的这个 线上朋友的这个问题 来问一下 好的 有 一共有三个问题 一个是就是说 您刚才讲这个 手上有一个这个 球心 然后外边呢 有一个大的这个球 那么现在呢 应该是说 是一个 圆心 或者叫球心 通过这一个圆心 带动整个球转 还是两个球心 相互的这个运动 投影 投影 好像 刚才这个 在视频里面 没有太理解 投影关系 就跟 就跟什么呀 他这个投影关系 是俩圆星 就手心上的 这个小球啊 他这么转 但外头那个大球呢 是这个手心的投影 我不知道说明白了没有 他在外头转 无非这个这个小球 可能就就就就这么大 但是外头的球 是个大小 跟进你功力的大小 他有大有小 但是他转的方向 叫可以匹可以浑 什么叫可以匹呢 就是他俩同步 在圈镜上讲呢 叫可以匹可以浑嘛 对吧 匹就是同步 我的速度方向大小 像吴老最后说的 速度 大小 方向 都一致 速度大小 方向一致 但是呢 我这个东西 他转一圈的周长 比如说只有 三厘米啊 那外头东西 转一圈的周长 就像个齿轮变速箱似的 可是三米 但其他都是同步的 这个我说能听懂吗 对 其他都是同步的 混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这 我这个可以把它收回来 我说小气球啊 可以把外面的大气球 吞回来 俩变成一个 就是俩原星 变成一个原星 也可以 我说小气球 突出去去找它 去推它去 去沾它去 就是由我的手心 去找外面那个原星 也变成一个原星 也可以 所以说可以比可以混 这个东西呢 在你 看对方的来势的大小 他这么练的目的是什么 这个时候 我通过实际上 我在练习的时候 就是我打拳的时候 模拟外面有一个旋 这个拳实际上 在未来推手的时候 就是我的对手 我的对手 在太极拳人的眼里面看 不是个人 他就是一个士 他就是一个动能 就是个拳 所以我用我打拳的时候 用我这个小气球 控制外面这个大气球的时候 这就叫打拳如有人 老师傅说的 打拳如有人 打拳的时候没人 但是好像有人在打 我而且呢 我通过我手心的小气球 去控制他的大气球 但是呢 这个时候 练熟了以后 练熟了以后 人家真的跟人推手了 真的跟人摸手了 叫什么呢 叫动手如无人 那你不能看这个人呢 这个姿势和这个大小 你只看他是什么 只看他的事 我只看你的事的大小 而用我的这个 手心来控制你的这个事 这就叫借力打力 但是为什么 他有时候要匹 有时候要魂呢 就是第一 我画你的劲 对吧 你左旋 我就左旋 你右旋 我就右旋 我永远帮着你 对吧 你要往前滚 我就让你往前 我接你进来 你要往后退 我就送你出去 这就是什么呢 后面用 这叫可以匹 你永远跟你同步 混是什么呢 等到同步到极端的时候 对方必然落空 对方一落空 这就叫落紧了吗 这个时候用我的 用我的球星 去找他的球星 就是一个发劲 啪一下 在下个石 或者他往前来的时候 也落空了 用他的球星 把他吸到我的手心里 啪 这一收 这也是最后发劲的东西 所以匹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所谓的 化劲的东西 魂的时候就俩搭了一合 叫发落点对 既成功吗 这是老虎里面讲 发落点对 发点和落点 哪个是发点呢 我手心就是发点 哪个是落点呢 就外面那个 那个心就是落点 真正发进的时候 要么我找他 要么他找我 要么收回来 要么扔出去 就这两下 这就是 这就是后面 玩推手的时候 你才有 你才有基础啊 对吧 你通过打拳 打熟了 你才能玩啊 你打拳也不熟 是吧 这个手心也控不住 对方的这个 这个球星 怎么玩 那都没法弄 你必须通过打拳 打的 哎 自己已经在这个虚空当中 跟外面的事 和谐得非常好的时候 别人来的时候 你一搭手就跟他和谐了 他方机就掉坑里了 那 这就是刚才您说的 两个球星 在打拳当中 意义非常非常重大 我们为什么要打拳 就是模拟 这就是一种实战的模拟 就是或者说 一种退手的模拟 一种较量的模拟 这个时候 等到打拳练熟了 下一步 为什么必须退手 那咱们这体系 战装必须战 打拳必须打 推手必须推 散手必须练 接手必须接 为什么呢 因为你每一步 他都有不同的训练目的 他不是不能往一块混 他是一个阶梯式的 所以通过打拳 我们内外相合 上下相随了 这个时候 才有可能通过 推手或者接手 能够叫什么 人不知我 我独知人 就大概这个意思 不知道说清楚没有啊 好的啊 这个孙老师刚才 就这位朋友的问题 做了非常详细的讲解 如果有这个 还有不明白的地方 我们可以这个 线下再进一步的 沟通 这个交流 下面还有第二个问题 刚才这个看到 这个视频里边 孙老师讲这个 两个手和脚 有这个三个这个循环 那么这三个循环呢 是每一个 是一个独立的循环呢 还是说这三个循环之间 有什么连接 或者叫关联 这个请孙老师 给解释一下 这是彭静的三个循环 不是每一式 都有三个循环 就是我们打彭的时候 他是有三 盆的时候是有 因为他盆呢 他一个是两手之间 一个是左手和右脚 一个是右手和左脚 他们的交汇点 我们称之为扣 也叫背弓扣 在哪呢 在夹击 就是我们站桩的时候 你看你自己练啊 有的人架的比较低 他可能练在哪呢 他最后把这扣扣在哪呢 扣在这个命门上 腰眼那块 腰脊那块 他这个架子又低 有些呢 他架子高 就像我们打钱 是吧 不愿意那么低 因为你知道就行了 他就放在哪 放在夹击这个地方 反正就在这一片吧 最后这扣 扣在哪 什么是扣 杜元化说背三扣 咱们这边呢 叫背弓扣 老普生有 叫背弓扣 这扣扣在哪 这是你平时站桩练的 你站桩练的 这个扣最后要上哪呢 最后要上手 就是刚才我说那个 那个球星啊 最后这扣在这呢 球也在这呢 珠子也在这呢 这就叫 摆练缸 画绕之柔 最后所有的东西都得上手 刚开始是在脊柱上 脊柱是什么呢 脊柱叫跟 手脚叫烧 刚开始是 以跟带烧 再练下一步呢 这静元上手啊 就这个东西得到手心 叫以烧带跟 他得反过来 以烧带跟 所以 这个时候 他有没有关联呢 绝对有关联 他不管封城多少路 他最后都得回到哪 回到这个静元 或者我们 杨家啊 叫静元 老谱里面叫什么呢 叫背弓扣 就在这 扣 最后这个 一生背武功啊 你的内劲 在哪个地方 作为疏流 在哪个地方 进行转换 在哪个地方 进行结合 那个地方 就叫扣 这战装 一定要练出来的 咱们在 第几集里面 应该讲过 讲过第三 三圈的时候 我就讲过 这三圈最后 合成一个扣 虽然那六集啊 很快 二十分钟 一个小时一集 六小时讲完了 但实际上 每一集 实际上每一集 够咱们练 多长时间 起码练一个月 到仨月 起码练一个月吧 你才能练出 里面的东西来 练出里面的东西来 内境真能在自己的 那个头上 进行转换 这个时候 你分成三股也行 五股也行 八股也行 其实无所谓 为什么分成三股呢 在前手一个 后手一个 还有脚翘起来 它不就仨吗 就肯定分成三股 就这个意思 不一定 非得分成三股啊 你分成五股也行 对吧 你分成一股也行 你看你的姿势 你到指头上 你趴指 从指头上出去 这一下不就五股吗 对吧 你收回来了 你到夹击了 对吧 你到走 从走出去 那种一股 那你再就从手出来了 那又是五股 所以说你从脚指头出来 也是五股 这都是根据你的渠道 有几条河沟 就能流几道水 不是死到 嗯 好的 这也是根据 对正好再说实上 这也是根据对方 比如对方的劲来了 他的劲 看的比较整 他总有漏洞 他有一个漏洞 我的劲儿就往哪一个漏洞流 他有十个漏洞 就往他十个漏洞流 反正一句话 避时积蓄 他硬的地方 我就绕着走 他软的地方 蹬我就出去 啊 这就是先在自己身上 练成这个习惯 有道就走 像水一样 然后跟别人接手的时候 一搭 他只要有堵的地方 就从他过去了 嗯 就支撑点的地方 嗯 好 好 这个孙老师刚才给我们介绍了 实际上呢 呃 也给我们大家一个提示 就是我们虽然课程上面啊 按照进度每周啊 我们这边会有一个啊 不能叫每周吧 这是到我们这个每个月有一个这个 这个我们南派的这个 呃 讲座的这个时间 那么实际上练习这个进攻的话呢 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 只有在这个进攻的练习 能够就说 把我们的内劲找到 并且能够自由流转的情况下 那么你后边再来这个练习这个动工 才有一个基础 所以这个呢 可能还是需要我们呃 广大的朋友 能够在线下的时间呃 花出一定的时间来进行这个 啊 练习啊 呃 线上还有什么其他的朋友 有什么问题没有 如果有问题可以在线上来提问 嗯 呃 如果线上朋友现在没有的话 我这边还有一个啊 发给我的一个问题哈 啊 我来念一下啊 呃 有一个朋友问叫 彭门 彭法 彭劲 彭势 这四个在跟人推手的时候 怎么选择呢 有顺序或者判定时机吗 没有没有没有 这个啊 不是四个是仨 啊 呃 呃 彭法其实就是彭劲啊 他另外一个说法 啊 彭法就是彭劲 然后彭门呢 是方向问题 就是说你这个东西在哪出 彭劲的话呢 呃 是最后 空一下 戒一下的问题 啊 所以这仨呢 这代表着天地人 刚才我也讲了 代表天地人三盘 啊 有时候因为这说法 这这这 反正就是仨东西 呃 说法就太多了 那有叫这个彭劲的啊 有叫这个这个彭势的啊 是吧 传着 呃 无所谓 他这无非就是仨 天地人 天地人的话呢 然后有这么一个方位 这么一个动作 这么一个用法 这三种就叫 所谓的彭门彭劲 彭势 他为什么这么练 太极拳要讲舍己从人呢 他舍的是什么 舍的是自己的外形 也就是自己的身形 你看得见的东西 我都给你 所以刚开始练的时候 就是浑身一定要完全放松 这个地方是毫不用力 毫不用力 一丁点力都不能用 人家一退 你怎么就怎么就给你 你像当时我们那个 跟那个王培生老爷的 讲的时候就什么 殿下二思想 什么叫殿下二思想 您来了 哎 您坐 您走了 你我送你 您上楼啊 就给你扶上去 您下地下石 给你送下去 哎 有接来送往的意思 毫无对抗的意思 这身形 但是身形的完全的随顺 不代表其他东西 我都完全的随顺 这就提到用意不用力了 身形上我可以完全随顺 但在这个过程当中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就争取到了什么呢 争取到了我的战略缓冲 在你 在我的身形让给你的时候 什么不让给你呢 我的意识不让给你 不让你什么 我的意识去偷袭你的劲儿 偷袭你的重心 那么我意识怎么能偷袭重心 不瞎扯呢 所以要有意语力合的练习 就是首先我通过我打拳 用我的意跟我自身的力 能够内劲儿能够完全的合上 就是我的力呀 我的意呀 不再是一种孤玄的力 意呀 而是他跟劲合上 或者叫力合上了之后 这么一个 意带着力的这么一个集团 或者我们称之为特种兵吧 这是谁也想不着的 偷袭他的什么呢 他的虚弱处 一般都是重心或者忠心 你打我的手 把我拨你的重 这就叫四两拨千斤 这个四两 就是一语力合 合出来的这么个特种部队 表面上我的大军让给你了 但是我的特种部队 与百万军中取上将手机 他是给你的意争取时间的 所以说我们先把彭法出来 我的身形让给你 但是我的彭氏可不让给你 那彭门是什么呢 彭门不是我想开的 我在哪开就在哪开 不是练的时候是 你在哪开都在哪开可以 我们一定要记住 顺着练到着试 什么叫顺着练到着试 就我练的时候我主动 我用的时候我被动 别人哪个地方虚弱 我从哪个地方开 所以这个时候要听劲 一搭手的时候 对方的虚点在哪 哪个地方他的神意 没有关照到 蹭过就进去了 在那个地方开棚门 然后你的特种兵进去 去打击他的重心或者中心 人家看得好好的地方 你根本进不去 所以这个棚门 是对方决定的 对方有没有虚弱点 如果对方看得好 人家也反观那招 看得自己圆圆 你就打不进去 打不进就打不进去 这就孙子兵法讲的什么 先为不可败 但敌之可败也 不可败可为 不可败可为 敌之可败不可为 所以说人家到底有没有漏洞 你也没招 遇到高手你进不去 但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实验的时候 它效果特别好呢 因为什么 它就没有考虑到全是漏洞 全是漏洞 所以说你身心一让全是漏洞 随便从哪地方就进去了 但是真正的高手在一块摸的时候 有时候半天都摸不着对方的漏洞 或者他的那个 他的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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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所谓的不守的地方 不防的地方 那个时候 在他不守不防的地方 我们在开棚门 走棚劲 打他的重心 所以我们这么练习 他有他的目的 他有他的目的 所以说一定要记住 练的时候是主观的 主观的 用的时候是客观的 也就是所谓的顺着练到着打 好 好 这个非常感谢孙老师 做的这个详细的讲解 这个有的时候就有句话叫 如水淫泄地 找这个有空的地方 就把它透过去 做这个大量的这个练习 那个现在这个聊天室里边 有一个朋友在问 就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站庄的时候 能够来看视频吗 是不是可以一心二用 能够想站庄的时候 还学点其他 你看什么视频 就站庄的时候是干什么的呢 站庄的时候不是混时间的 站庄的时候也不是说 我站了两小时 我就必然怎么着 站庄是反省自己 反观自己 是反过头来观察自己的 这么一个时候 那你说 怎么看视频呢 当然前期学的时候 有些教学视频 比如说带着工带着你练 头要正啊 胸要凡啊 腰要骨啊 胯要裹呀 前期啊 可以看一看 等你学熟了会了 我建议站的时候 还是静下心来看自己 反省 头正没正 胸开没开 腰骨没骨 胯裹没裹 膝盖提没提 脚踝开没开 哎 肩颈跟泳拳通没通 因为你是想了一遍的时候 很可能一会儿他就忘了 从头再找 头有没有 胸有没有 腰有没有 胯有没有 膝有没有 足有没有 左右脉有没有 不断地观察自己 练着练着 你会发现很多 很新奇的东西 就有很多人的所谓的像 所以这些像你不用管它 出了不是坏事儿 但你直了就是坏事儿 这什么叫直了 天天找那就不行 有就有 没有就没有 练着玩 这样的话就没问题 所以说 真正要是理解了 站桩的意义或者目的的时候 我认为 是吧 原则上还是不要看视频 好的 刚才孙老师也讲解了 我们可能前期战装的时候 很多朋友会出这个项 我自己本人在最开始练习的时候 也有这种共同的经历 可能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么一个过程 我自我的一个体会 就是他来随他来 他去随他去 这个来了打说你好拜拜 就就过去了 你不要跟着他跑 他来个老虎 这老虎这个傻傻的 这个华南虎 还是这个东北虎 不要跟着他跑就OK了 这个来讲的话 刚才孙老师也讲了 就是这个 我们在最初最初练习的时候 摆身姿的时候 你如果对这个身姿自己还不是说了解的 特别的这个准确和清晰 通过这个看一个视频来把这个身姿摆正 这个呢可以 但是后期呢 还是说我们尽量的要通过自我的这个关照 来调整自己的身形 最好还是不要一心而用 这个这是线上的这个朋友的一个问题 孙老师也给了做了解答 我们再看看这个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没有 线上的朋友如果还有其他的问题 我们看聊天室好像有一个 刚才我念的这个就是聊天室的这个 请问孙老师大球小球找大球的时候 小球还在手里吗 肯定不在手里了 扔住去了 这就发劲嘛 建议少发 发多了伤声 偶尔玩一下 比如说练一个小时 发个三次五次就行了 扔出去了 就扔出去了 我们一般不扔 我们都往回拿话的 扔的话确实好啊 确实好 你像石老师 他就喜欢扔 扔的多 打的确实漂亮 扔的太多了 扔的太多了 收回来的东西就不够 本身身体呢也不认为什么 所以说岁数并不大 所以这个 吴老就不是 吴老从来不往人 除了自己的学生跟人摸摸手 外人从来不 摸手也就是一飘起来得了 没有说 去玩打的东西 很少 很少 打的也很漂亮 但他不打 所以说他就能 我的岁数比较大 我的百十来岁 所以这一点很重要 小球找大球的时候 啪 是扔出去了 这口气就断了 原则上 实验实验 了解了解 理解理解 是什么是发劲 很重要 但不能生练 不能猛练 年轻人 你像我们这边 二十多岁的小伙子 让他多练练 没事 超过三十六岁的 都都都都 体验一下就行 千万不要练 对了把发劲练熟了 那时机已经过了 实际上 真正的太极的 发劲这些灵力的东西 三十六岁之后 已经不赞同练了 三十六岁之前 可以练熟了 等以后上岁数了 我走 哎呀 高兴的时候 扔一手 因为你这个 真正练熟了 这扔出去 这个干脆劲 那得 那得靠平时 下功夫的 不是说 不是说说 练两天就会了 所以说 咱们还是以养生为主 以这个双养为主 然后呢 能够体验太极的 寂寂 他的这种 战略思维 还这种妙处 他的这个精妙 他的智慧所在 以小伯大 以弱胜强 以无力 打有力 哎呀 这个非常的有意思 是吧 那样全境上说的 以有力 打无 以无力打有力 算是学问 以有力打无力 那是自然的东西 你不用学呀 以快打慢 以有力打无力 那是自然的 咱太极玩是什么呢 以无力打有力 以慢打快 以弱胜强 后发先制 那他有很多套头在里头 有很多智慧在里头 让我们通过这个练习 通过这个启发 在很多上 开发我们的脑子 让我们这个脑子 变得更聪明 无非就这点事 千万别真的拿他 怎么怎么着 那就是在实验室里面玩一玩 嗯 非常好啊 刚才这个 我们解释了 我们太极呢 不是为了去争强好胜 所谓的叫入道之机嘛 所以这个是 更好的来完善自我的 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休息的一个方法 所以呢 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以前我们也经常碰到 有朋友问 那个 你们说太极拳养生 那你们那么 所谓那么多的太极拳的名家 大家怎么都活得不大岁数呢 这个就 那么早就走了呢 但实际上我们太极拳里面 也同样有很多前辈 都是百岁高龄 我们的祖师爷就活了一百多 我们现在的这个 这个 很多的师傅 也还是年岁都非常大 这个现在又有一个问题 孙老师 还有一个问题 您刚说 用扣碰球皮出事 小球和扣 是一回事吗 谢谢 不是一回事 不是一回事 扣就是那个骨头的东西 小球是什么呢 小球比这个 比这个 扣要难一些 就是通过我们战装之后 说您看了我们战装的话 它会有个体系 它叫扣猪球 扣猪球 而在这个理论 它认为扣是筋骨之所扣 为之阳 球的话呢 是弃之所谜 为之阴 然后扣和球 它混在一起出的那个猪子 就好像阴阳和和 出来的那个猪子 我们称之为猪 称之为猪 这个猪呢 弥散开来的时候 就是骨头的这个膨胀 和气球的球皮打开 这叫大 然后收拢的时候呢 就变成小 这个小呢 就是它里面有劲有气 其实它是有扣有气的 所以说 在这个过程 当中你练的时候 你练的时候 你骨头和气是两个互相推着的 互相推着的 所以说 这个时候 这个小气球啊 我们说的小球啊 实际上就是小猪子 就是这个大 这个东西 脸回来的气和骨头 融在一起的这么一个东西 不是简单的扣 不是简单的扣 而扣去碰球皮出势 那个扣 出的势 或者简单的说 脸到手心 就是这个小球 这个势变成大的 就是大球 然后这个势脸小了 就是小球 所以说 可以这么理解啊 这个扣去碰球皮 形成的势 就是 行这个势 它 所谓的巨脸 就是小球 开展 就是大球 也就是叫 卷制退藏于密 就是小球 树制而弥六合 就是大球 而这个卷制 树制的这个东西 我们称之为 式的这个东西 是扣和球 碰出来的 不知道这么说 大家懂没懂啊 这位先生懂没懂啊 就是扣和柱子一碰 就让那个锤啊 跟声一敲 跟那个铃铛一敲 那刚才我那 式的 当出这个音 这个音连起来了 这就叫小球 弥散开来了 就是大球 好 这个聊天室 这正好再说一句 那个全部里面 所谓的动之则风 进之则和 这个式出来了之后 手上半拉是小球 外面半拉是大球 这叫动之则风 你才能打起来拳呢 他这个有外带内的东西 外头就等于 把这个式一封为二 一半在手里 一半在外头 外头那个带着 带着手 手带着声 进行进行 这就运转 这叫以外带内的 以烧带根的一种 打拳的方式 怎么打 就是外头东西 带着外头的半拉式 带着手上的半拉式 然后再带着声形 这就叫如风白柳 外头的就是风 大家这意思 好的 刚才孙老师 从理论上 把这个问题 给我们做了非常详细的 这个讲解 这个群里面 聊天四姐这朋友 也回复了 说听明白了 当然了 这个是 我们听明白了 是一个方面 可是真正的 就是说 要说理解和运用的话 肯定一定还是有赖于 我们在这个进攻 这个站桩的练习过程当中 需要把这个扣 猪 球三个 你都在你的身上找到 然后还能够就说 来实际的运用和体会 刚才孙老师讲的 这些个彭氏当中的 一些个运法 这个进攻呢 还是说我们动攻的 一个练习的一个基础 所以这个 还有赖于大家 在今后的过程当中的 认真的去练习 才能够真正的 很好的体会和掌握 谢谢孙老师 我们在线的朋友 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时间过得也很快 一个多小时的时间 这就又一个多小时 就过去了 如果说是 线上没有什么 其他的朋友 再有新的问题的话 那我们今天的直播课程 就暂时到此 感谢孙老师 也期待下一次 和您再次相会在线上 谢谢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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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下了 好 再见 再见 拜拜 拜拜